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 今天给各位分享的是别让孩子失望 有的时候大家不觉得 总觉得自己是大人 自己办的事都很重要 其实有时候小孩有一点点小的心意 只让你多陪陪他 只让你给他弄点水喝 从幼小的孩子一直到青少年 有很多的关系 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家庭中间 大家因为不能了解 就很在意自己的事情 忽略了年轻人 这种事情慢慢慢慢地大了以后 累积起来 当那个幼儿变成了大人的时候 他会讲我有个不快乐的童年 我有个不快乐的少年 我有个不快乐的青少年时代 为什么 因为父子的关系 母子母女等等的这些关系 或者是上两代 爷爷奶奶跟孙子孙女这种关系 因为有摩擦 因为你自己觉得当时你的话 自以为是很重要 可是你忽略了他的感觉 我们有的时候觉得 我是为他好吧 我劝他们好好多做功课吧 你做完功课再带你玩吧 你做完功课再怎么样 但是你对孩子来讲 我做了半天功课 我现在脑子空空的 我出来转一下 我看一下电视吧 不行 这在大人 在老人 总觉得孩子这样子 就是不乖 就是不听话 就因为这样子 常常在家里 越来越冷漠 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从大人自己反省 孩子他只有一个童年 只有一个青少年 也许我们过去的青少年时代 兵荒马乱 但是现在没有兵荒马乱 现在好多事情 这个价值观完全不同的时候 你从他的角度 你再想想看 让我用宽容的心去接受 接受这些幼儿 就是儿童青少年 他们所想的一些事情 也就变得很融洽 我说这话意思 不是自己对孩子的要求 百依百顺 有管教 但是也有原则 可是在原则之中 我们不要忘了那份亲情 那份欢乐在一起的融洽 这种关系如果处好的话 这个家庭一定很美满 上帝赐福你的家 上帝赐福你的家